大家好,我是阿斌 三孔插头断了一个角 为什么就插不进去插座 其实原因很简单 比如你们看这个插头 这上面这个角啊,已经断掉了 然后我们想把这个插头插到这个插座里面 怎么插也插不进去 看到吧 但是有的插座可以插进去 有的插座插不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这也就是说 这个插座里面的结构不一样 像比如,你们看 像这种插座啊 都有一个安全挡板 看到吗,白颜色的 我们看不到这里面的铜片 但是的话,像这种插座你看 没有安全挡板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里面的线路 里面的铜片 所以说,像这种 我们就可以直接插进去 但是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现在我们把这拆开开一瞧 你们就知道了 先找个螺丝刀 把后面的螺丝给它拆掉 拆开一瞩 这里面就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把前面之后给它拿掉 你们看,这前面还有一块塑料 我们把它撬开 好了,拆开过后 这里面就这样子的 你们看,这几个孔 全给这个小塑料给挡住了 看到吧 等于说,这上面这个脚没有了 我们这样插 肯定是插不进去了 因为这里面有挡板 所以说像这种插座 必须要有上面这一个脚才行 为什么呢 比如 我们现在拿一个正常的 我们这样插进去的时候 你看啊 看到吧 必须要通过上面这个脚 往里面推的时候 这这个挡板啊 就会往上移动 然后 这个孔就打开了 我们下面这个脚 才会插得进去 所以说 像这种插座啊 必须要有上面这个脚 才可以把这个安全挡板 给它推上去 才可以把这个孔给露出来 对吧 所以像这种插座 上面没有脚了 根本就推不动 这个安全挡板 所以就会产生 就插头 插不进去 这个插座 但是我们这插座实在断了 还是想把它插进去 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啊 我们可以 把这个挡板去掉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你看 正常的 就插进去了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啊 像这种插座里面 有这种挡板的 也就是说 为了安全起见 像有的机器啊 必须要有接地线 这样才安全 所以说 它为了防止漏电 所以说 安装了这种 但是有的插座 没有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 觉得有用的朋友 记得点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